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是调去广西了吗 听说北海那边有挺多空地 是调去了 这不是还没来得及熟悉当地的情况 他们快出来了吧 估计是 算了 差也不是谈事的地方 把这个事在李璇心里留下点印象 李玉 这 怎么样 还可以 那不错 明天继续加油 哥 只要不把暑假荒废在玩上就行了 你从小听话 不像你哥 我还记得你哥考试结束后 就偷了我一辆车当了 然后跟朋友跑去大连倒腾海鲜 还挣得不少钱 你想怎么地址说吧 我的意思是 让他玩两个星期 剩下的时间去你那里实习吧 我那是不养脱油瓶 你要真想断练他 让他刷盘子去 哥 让我去你公司实习吧 光打扫卫生做起都行 我们公司保洁的一个月两千二 养个孩子和病老公干得可好 你去抢他饭玩 随意 你怎么这么说你弟弟 让他去帮你的忙有什么不好 再说了 他能爱着你多大的事 愿意来就来吧 不打扰你们一家三口吃饭了 不告辞 把简翠林往我这推算个屁 可我这也凶得情 车单 找个人放松放松 今天找谁呢 简和 有什么事吗 没有 没什么事 这两天不是总见着你吗 这一下子没看着 还是有点不习惯 你跟随林在一起吗 没有 我回我住的地方 我今天给他打电话发短信都没反应 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可能忘带手机了吧 对了 忙完了吗 要不要出来逛逛 随林去吗 他不去了 简哥 要不改天吧 我都洗完澡了 都洗完澡了 那我打的不是时候 赶紧睡吧 好 那挂了啊 晚安小李子 嗯 你说 我在睡前骚扰你 会不会梦到我 我接了李轩好几次对方都说没哭 预计在下个月 你快点 你快点弄到下一个阶段了 算了 今儿就不远了 不能显得太阴晴 李玉 这还是他第一次打给我 喂李玉 找哥什么事啊 简哥 我跟我大哥在一起呢 他今天晚上没事 想问问你有没有时间 有啊 你大哥眼看要回广西了 我不管有什么事都得搁下 给他送个箱 那我把地址发给你 咱们晚上七点 成 七点见 玄英 真是对不起 出了些事 去不了了 没事 也有重要的事赶紧忙去吧 别给耽误了 这样 你不是有事要谈 明天我去你办公室 今晚 我让李玉过去陪你吃 那好啊 从比我一个人吃好 让他过来吧 能和李玉单独约会 岂不是更好 简哥 哦 小李子来了 简哥 我哥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他让我带他来给你赔罪 哎 这么生分干什么 你简哥能为了这点事 要你赔罪吗 来来来 坐 我点了几个他们这的招牌菜 你再看看 点些自己爱吃的 先这样吧 咱们就两个人 吃不了太多 行 来喝点茶 润润嗓子 随琳没来 他怎么心不在焉呢 李玉啊 考试都结束了 暑假有什么打算吗 说到这个 我听隋琳说 他要去你公司实习 是啊 家里老头儿安排的 那 简哥 也算我一个成吗 我也想去 我知道我资历不够 很多东西要学 也不知道会给你添多少麻烦 但我学东西很快 不知道 你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 简直求之不得 但越难够到的果子就越甜 得调一调的 那 李玉啊 按我和你兄弟俩的交情 这根本不算个事 但 我们公司特别忙 我不是怀疑你的能力啊 可主要是怕你吃苦受累 简哥 你做的是大生意 我昨晚跟我父母商量了 他们也觉得我在你那儿 能学到不少东西 可 简哥 我不怕吃苦受累什么的 就怕你看不上我 哥早八百年就看上你了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哪能不让你来啊 小李子 你来了 哥一定好好待你 但到了我公司 一切都得服从上街安排 你到时候可别耍少爷脾气啊 不敢 一会儿吃完饭 带你去我哥们新开的酒吧里玩吧 我还没去给他捧场呢 今天正好有时间 好